牧师在虚弱地祷告 女人亲手掐死墙包中的孩子 死尸已经越来越多 火车却不知何时才能够停止 上帝被阻挡在了窗外 地狱般的景象在车厢内上演 1943年 住在柏林的犹太人 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屠杀与迫害 他们一批又一批地 被赶往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 遭受残忍的集中杀害 而这部影片的《死亡终点战》 讲述的就是 德国境内最后一批688个犹太人 登上火车的故事 入夜 分散在柏林各个地方的犹太人 被盖世太保驱赶到了火车站 他们惊恐又担忧 未知的命运 让他们企图用互相交谈 来缓解心头的压抑 但火车来了 哄云声掩盖住所有的交谈声 他们像牲口一样 被驱赶上拥挤的列车 整个车厢四周都被木板封死 只留有几个通风口 几百个人只有一桶水 没有食物 传击手 音乐家 年轻夫妇 老人和孩子 不同身份 不同阶级的人在此时聚在一起 承受着一样的无助 火车启动了 婴儿在哭闹 牧师在祷告 众人在沉默中彼此依靠着 但漫长和闷热 让这种沉默变得烦躁 因为一桶水的争执 还是发生了 但犹太人还是没有失去理性 制定了公平的水源分配方案 但一桶水 对于几百个人来说 实在是杯水车薪 车厢内很快 就陷入了没有水的窘境 就在这时 列车第一次停了 被饥渴折磨着的犹太人 疯狂地拍打着车厢门 企图向外面的士兵 讨要一些水和食物 但纳粹对他们 也根本没有一点同情 回应这种祈求的 是一阵机枪的扫射 死人让他们再次安静 火车再次出发 压抑在车厢内蔓延 逃跑计划 在几个轻壮年中开始实施 他们试图用锯子 锯开通风口的铁窗 这是一个费尸费力的计划 他们决定轮流来做 火车第二次停下 因为线路全被军车占满 所以这趟不重要的列车 需要等待几天才能够通行 车厢里在此时出现了争执 因为一部分心存侥幸的犹太人 认为逃跑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反而会导致所有的人一起死 喜剧家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乐天派 认为纳粹需要他们干活 所以在终点等待他们的 将是热菜和热饭 这种乐观 显然也带给车厢里的人一丝希望 他们开始幻想 达到目的地之后的美好生活 面包会有的 现在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保存体力 撑到终点 他们就在这种期待中 相互依偎着入睡 天亮了 希望果然来了 快地让犹太人觉得不可思议 纳粹军官竟然真的送来了一桶水 已经好几日滴水未尽的犹太人 顿时陷入疯狂 他们拼命地争抢 一阵手忙脚乱 水就在众人的眼前被打翻在地 希望破灭 夜晚 喝醉的纳粹又再次毫无原因地 对着车厢开枪 又死人了 犹太人对此已经麻木 因为空间狭小 死尸被裸到一起 列车继续骑程 逃跑计划也还在进行 在几个男人的轮换下 铁窗终于被锯开 一个犹太人被任命 爬出去将车厢门打开 但他却意外地掉下了骑车的火车 然而死亡 没有阻拦住众人对于逃生的渴望 珠宝商的女儿再次从铁窗爬出 他成功了 车厢门被打开 两个犹太人不顾众人的阻拦 酷不及待地跳了下去 他们还是被发现了 被纳粹从火车上射杀 逃跑计划宣布失败 车窗也被纳粹加固 火车继续行驶 这一次失败 并没有影响他们继续计划逃跑 他们准备在地板上挖一个洞 车厢内的死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火车第三次停下 在善良的列车长和一对士兵的帮助下 被饥渴困扰多日的犹太人 终于获得了少量的食物 吃饱后的孩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喜剧家也讲起了笑话 希望之火在车厢中熊熊燃起 一切都会变好的 火车载着这种希望再次启程 计划逃跑的年轻犹太人 凿地板已经凿得满收雪炮 他准备换班 但还没有等他走到 这位被换班的父亲 就因为饥饿和劳累死去 年轻的犹太人被他的女儿 麻木的眼神盯着 血液仿佛凝固 车厢里已经变成了地狱 连尿液都被喝完 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 会回想起曾经 他们忍不住回想起曾经快乐的日子 火车第四次停下 全机手拍打车窗 祈求车厢外的纳粹给他一些水 他一岁的孩子即将被渴死 喜剧家也企图用唱歌换取食物 挤出去笑容博取纳粹的同情 可惜纳粹士兵们离也不离 还像光看小丑一样嘲笑他们 火车第五次停下 他们终于又获得了希望 趁着纳粹在吃饭 一群洗车工人 在财务的诱惑下 用水管顺着窗口喷水进来 犹太人陷入疯狂 他们用容器接水 皮箱 帽子 鞋 喜剧家的妻子 甚至趴下舔地上的水 他们用一切可以装彩的容器 承接着来之不易的水源 听到动静的纳粹士兵还是赶到了 制止了一切 列车再次启动 因为饥饿 全机手的孩子还是死了 另一位妈妈 也知道自己的婴儿无法支撑下去 亲手捂死了墙包中的孩子 与此同时 地板上的洞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后 终于可以让瘦小的人通过 他们计划在下一次火车减速时 让逃跑的人穿上黑色的衣服 趁着夜色的遮掩 逃过纳粹的射杀 可惜 第一次逃跑者的死亡 让很多人都不愿意加入计划 只有一个女人和孩子愿意尝试 他们在众人的帮助下爬出车厢 车里的众人则敲打车厢 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整个逃跑计划出席的顺利 他们被游击队员所救 成功地逃脱 车厢内的众人 终于感受到了真实的希望 但这种希望 随着黎明的到来 却变得支离破碎 天亮了 终点到了 喜剧家的妻子死了 众人已经知道 迎接自己的是什么 他们再一次被驱赶下车 喜剧家也在准备下车 他穿上了整齐的西装 要歇目了 他要最后高歌一曲 为自己的妻子送行 他再也不用给纳粹讲笑话了 这个毫无幽默感的民族 他站到了车厢门口 整了下衣领 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妻子 用钢琴给他伴奏 他决定演唱一首贝多芬的曲子 只有那种热情似火 和旺盛的生命力 才适合他此时的心境 他忘情的唱者 连纳粹士兵都受到了感染 让他继续唱下去 雪花落在他的身上 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 他回想起自己的一生 亦序终了 他将要赶往下一个世界了